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那么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登记的吸毒人员 已经超过了213万人 其中男性占83.6% 而女性占16.4% 那么吸毒者中19岁至35岁的比例是54.4% 防毒禁毒任重道远 今天上午 单位市在陆丰甲子镇召开了公开宣判大会 林凯彪等10名毒贩一审被判处死刑 这也是上尾地区近年来 对毒品犯罪分子处以重刑最多的一次 几千名群众参与了旁厅 罪犯林凯彪于2012年被公安机关抓获回案 法院查明 林凯彪共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41公斤 制造冰毒5公斤 社会影响恶劣 法院对其作出死刑判决 其余9名毒贩也被判处死刑 今年1月至6月 陆丰市共破获毒品案件151宗 缴获冰毒52千克 抓获制犯毒品的违法犯罪分子247人 目前广东省边防总队数百名边防武警官兵 已经进驻陆丰市 协助当地政府缴毒